观众朋友 让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位 在旧金山湾区保险世家 并且他是保险的权威 并且他也是一位 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赵世文Simon True出场 Simon你好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税的确是避免不了的 可是可以用合法合理的方式 但是一定要自己会算 并且自己的理财顾问 会替自己考虑到 就是让大家享受一个 终身的免税的退休计划 没错 今天跟大家分享 这个很特殊特殊的安排计划 叫做银行融资理财规划 Bank Fund Retirement Plan 这个特大的意义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运用Leverage这个字眼 Leverage就是运用银行融资的资金 对啦 银行融资的资金来去赚钱 跟大家分享很简单的一个原理 如果大家我们名字的观众朋友 手上有一个100万的现金的话 您会用100万去买一栋房子 还是从100万拆开4个25万 去买4栋房子呢 我可以guarantee大家的答案 买4栋房子 没错 一定是这样做 这个就是Leverage 现在The Greatest American Fear 是什么 最大的美国人心里面害怕的事情 对了 Not having enough money to retire 真的 对 不够资金去退休 你说中了大部分人的心声了 对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运用这个计划呢 简单来讲 我们可以叫做一个 Turbo charge your retirement Turbo charge什么意思 你放1块 银行融资3块 可以到达800% 800% 我会有数字证明出来的 我先讲讲 为什么利用这个退休理财的计划 有几个最大的好处 第一没有time restriction 所有退休计划 没有时间的限制 通常都是到59岁半才能动用 对不对 我们这个不需要 anytime你都可以取用 这个是第一个好处 第二 您所放进去的资金 有tax deferred growth 叫做延税的每年的增值 第三 我们可以称为有这个upside potential and downside protection 对 成长的空间 可以达到双数位的回报 超过百分之十 对 如果market下跌的话 您都是保平 我们叫做0%floor 0%floor 就是你永远 不会变成负数 永远不会负数 不会亏损 这个是第三 最重要的 第四 我们这套理财计划 也包括保险的项目在里边 长期护理 微重疾病 重大疾病 加上绝症险 当然 人寿保险也包括在内 所以总共五项的保险的项目 都在我们这个退休理财规划 包括在内了 这个benefit就等于是 生前利益万全保的概念 没错 这个概念 但是更多的效果 所以这个是五等的福利 还有最重要最重要 就是退休理财的时候 把这个退休金领回 可以保证终身免税的收入 重复一遍 是终身免税的收入 无论大家现在的钱放在 401k pension Ira Sep IRA 403b 457 所有所有这些 以后都要打税的 所有我们放在退休金里面的钱 可以roll over 到买这种退休免税 终身收入的保险里面吗 其中一个做法 可以这样做 但是最明确的做法 我们一定要打到 以后领取这笔资金回来的时候 全都属于免税的效果的话 那么现在您所放进去的资金 是一定要属于税后的资金 这个是最重要 如果您是一个farmer 您想现在打税 按照你的seed money 还是按照你的harvest money 对不对 当然按照seed money 最少 对自己有好处 对了 这个harvest 以后你拿到 这个收医的时候 这个退休金 永久永久退休 都是属于免税的效果 你一定要得到这样的安排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银行融资理财 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OK 那我继续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最近有一个case 而且 实例 对 我跟大家分享这个case之前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我们有很多很多客人 已经参保了这个计划 投进去这个银行融资理财规划 那包括怎么样的客人呢 包括房地产人士realtor doctor cpa dentist 投资人士investor 还有外国籍的投资人士 EB5的投资人士 那包括当然我们本地的engineer 有很多 自雇人士business owner 也有很多 已经参与我们这种类的 理财规划安排了 那么我现在就跟大家分享 一个实际的个案 这位是一个45岁的先生 他是head of the household 也是一个夸口公司的CEO 他是我们叫做理财行业里边的 三高高收入税率 所有这些 他跟我面谈的时候 但是他的年纪是刚刚好的 对完美 他的年纪是45岁 所有现在的理财规划已经做了 在公司里边有他41K也max up 有pension计划也有 stop option全都有 现在唯一缺的一个东西 这个计划 就是怎么能够做到一个理财规划 以后领取的时候 是可以达到免税 免税的终身收入 这个是最对他来讲 还是一个欠缺的 最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现在我帮他规划 想一下这个数据 他每年放进去我们这个理财计划里边 每年放36万5 所以第一个sample 左边大家可以看得到 就是如果他不利用这个银行融资 光自己的钱去赚钱 领做income的话 他每年可以领取4万2 总共20年就等于84万 但是如果他利用这个银行融资 理财计划的货 可以高达3倍 他放16万5进来 我们银行会帮他match到48万9 等他领取income的时候 65岁领取income的时候 每年可以领取7万7 高达total154万 如果他从65领到85岁的话 这个是这么大的一个不同的效果 如果他把这笔资金 delay5年到70岁领的话 他总共可以领取是12万的一年 首先70到90 他total可以领回240万 那sample 你的结论是 对 利用完善的退休理财规划 特别加上银行融资这块 您的效果可以高达3倍到5倍 还有最关键一个 就是以后退休的时候 没有时间限制 而且终生享受免税的收入 十分感谢您 谢谢Simon 谢谢 观众朋友 今天的时间又到了 周乐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我们下礼拜六 同一时间再会咯 拜拜